亲眼看到沈安宇和一个陌生女孩 躺在同在一张床上时 我还是震惊地说不出话 虽然从进门的那一刻起 我就猜到了 门口摆了一双不属于我的高跟鞋 玄关的架子上挂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包 大概是听到我开门的声音 房间里女孩的娇笑声戛然而止 我走到卧室 门没关 沈安宇抽着烟 烟灰弹在床头的烟灰缸里 女孩缩在被子里 头靠在她的胸膛 眼睛不敢看我 你怎么来了 也没说提前打声招呼 沈安宇的声音有些哑 她把烟头碾灭 才慢悠悠对上我的视线 她眼底的情绪无波无澜 没有慌张 没有愧疚 平静得像是一潭死水 心脏像是被一双大手死死揪住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她 哪怕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还是在听到沈安宇的话后 亮呛地后退了一步 原来见自己的老公 也是需要提前打招呼的 我把颤抖的手藏在了身后 看着沈安宇的眼睛 很用力很用力地 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是吗 话问出口 才意识到自己很可笑 她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把目光挪到了女孩的身上 大概是被沈安宇的态度鼓舞到 她大着胆子主动迎上我的视线 只一眼 我好像就懂了 叫什么 我问她 话音刚落 沈安宇长臂一身 把女孩护到了身后 她的脸上也终于有了情绪 略带防备 苏宇 你别为难她 是我的错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沈安宇从床上下来 在衣柜里翻出来一条崭新的裙子 她把裙子递到女孩的面前 语气满是宠溺和安抚 乖 穿上 先回家 晚点我去找你 女孩怯声声地点了点头 她背过身 把裙子套在了身上 沈安宇亲自给她拉上了拉链 看着她的样子 我突然就笑了 笑到明明就要夺框而出的眼泪 硬生生憋了回去 我没再看他们两个 走到了客厅的阳台 窗户打开 热浪般的风扑面而来 瞒着她开车三百多公里 来见她的心情被吹散 连同着想要给她的惊喜 沈安宇亲自把女孩送出了门 看着她进电梯 大门打开又关上 关上又打开 沈安宇站在客厅 和我不过两三米的距离 却像是隔着一道深深的天窃 她清了清嗓子才开口 苏已 我们谈谈 沈安宇点了根烟 她靠坐在沙发上 提起女孩时 嘴角样着笑 像是个刚刚才坠入爱河的少年 挺累的 真的 如果不是遇到林志 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 苏已 我们之间早就没有爱情了 要么就算了吧 趁着现在还没有孩子 对你好 也对我好 她说得认真 一字一句 好像在心底 早就打过了无数次草稿 算了吧三个字 轻飘飘地接过了 我们在一起的十年 恋爱四年 结婚六年 那个从前总是小心翼翼的男孩长大了 也变了 烟抽完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 拿着车钥匙出了门 临走时 她看了我一眼 离婚的事 你好好想想 我可以尽量补偿你 沈安宇离开后 我在客厅站了很久 没有坐在沙发上是觉得脏 房子里早就没了我的东西 大概是被沈安宇都收了起来 床头的娃娃 衣柜的睡裙 卫生间的护肤品 全都和我无关 我关掉了手机的录音 拍了几张照片 回到了车上 副驾驶上 还放着医院的B超报告 被我用文件袋 认认真真装了起来 是我给沈安宇的惊喜 她大概再也不会知道 上午从医院检查完出来后 我激动得给沈安宇打了几个电话 她一个没接 我没想太多 以为她在忙 和公司请了假 开着车就往沈安宇工作的城市赶 想亲口告诉沈安宇这个消息 想了想 或许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吧 从她不怎么回家开始 和沈安宇准备结婚的那年 她的工作突然调动到外地 她把我搂在怀里 耐心地安慰着我 姨姨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不信的 我从来不信异地恋 后来是她说会把所有工资都给我 会每周回来一次 会随时随地和我报备 为了她的事业和前途 我松了口 沈安宇说她挺累的 可我也累 婚房装修时和装修队的争吵不休 沈安宇不知道 双方父母生病住院时 在医院和家两点一线马不停蹄地往返 沈安宇不知道 被孕的这两年 每一次失败后 独自顶着父母的催生 沈安宇也不知道 爱让我抵了万难 一个人扛过了所有的委屈 沈安宇却说 没有另外一个人 她早就撑不下去 我自嘲地笑了笑 眼泪在眼眶里转着圈 最后也没落下来 我好像真的没有很难过 所以连歇斯底里和沈安宇吵一架 都不愿意 我没有连夜回家 找了个酒店 洗了澡躺在床上 思绪有些昏昏沉沉 沈安宇打过来电话 已经是后半夜 她大概是回去了 发现我不在 你回家了 她压着声音 听不出来一点关心的语气 不等我反应 她继续开口 我这周回家 我们谈下离婚的事情 你有什么要求直接提 先别跟爸妈说吧 电话挂断 我的思绪才逐渐回笼 大概就是终于被我发现了 她也就不愿意再装下去了吧 我扯了扯嘴角 笑得勉强 所以在第二天 回到自己的城市后 连家都没回 静止去了医院 没掉下里的眼泪 是在预约流产手术时落下来的 手术定在了下周 期待了很久的孩子 来的却不是时候 刚从医院出来 沈安宇的母亲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姨啊 在家吗 你爸给你包了排骨汤炖了猪蹄 现在给你送过去啊 我躲在车上 眼泪突然汹涌不止 喉咙像被堵上了棉花一样 哽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 沈安宇的母亲还在叙叙叨叨 直到我收拾好情绪 才回应了个 好 我到家时 沈安宇的父母 已经在厨房忙活了起来 和他们打完招呼 我躲进了卧室 异地恋能有多难呢 沈安宇的父亲是军人 在他退伍前 沈安宇的母亲 都是一个人带着沈安宇 那个时候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呀 吃过饭 送走沈安宇的父母 我窝在了沙发上 脑海里突然想起 昨天晚上沈安宇说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 砸在我的心上 苏宇 不是我变了 是我们都变了 你现在精打细算的样子 真的让我喘不过气 真的 可林志不一样 他天真 烂漫 一块蛋糕 就可以开心半天 我差点讥讽地笑出声 沈安宇说我精打细算 我不否认 可他好像忘了 读大学那四年 是靠着我的生活费 养活了我们两个人 大概是当过兵 沈安宇的父亲 用要求自己的标准 要求着沈安宇 他的生活费不多 可恋爱费钱 是我一分一分 抠出来 满足了他那么多 那么多的愿望 后来结婚了 是他出动 提出上交工资 家里的大大小小开销 房贷车贷 人情世故 我只能一笔一笔算着 我以为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 却到底抵不过现实 很踹过来的这一脚 沈安宇说他爱过我 可也只是爱过 后来好像掺杂了什么 让我们的爱情变了质 我笑着看向他 没有和他辩解任何一句 他对我的控诉 都不爱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问了他一句 和林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抿着唇 没说话 我没有想挽回的意思 他大概是误会了 所以才会在后半夜 特意打电话来提醒我 我和他已经 走到了该离婚的这一步 我没那么难过 可心里还是犯起了算 六年前的婚纱照 摆放在了客厅 最显眼的位置 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走过去 把婚纱照 从相框里取了出来 一张纸跟着掉了出来 落在了地上 我弯下腰想要捡起来 却在看到纸上的内容时 纸尖一顿 起身时 笑得有些恍然 大概连沈安宇自己都忘了 六年前的他 为了娶我 字字句句 把承诺都落在了纸上 他那么诚挚热烈的爱 让我真的以为 他会对我好一辈子 刚开始异地那两年 他总是偷偷跑回家 一周两三次 追着夜里的星星和升起的太阳 我心疼得要死 他摸着我的发顶 说家里有个小哭包在等他 他放心不下 后来他升职了 工作也越来越忙 我也逐渐接受了 这样子异地的生活 可每周五 他还是坚持回家 他的工资卡 从来都是放在我手里 我不动 他就主动打进我的卡里 信用卡账单 也都是发进我的邮箱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真心 可信任和爱一样 像是灌进密封玻璃瓶的纱 碎了就散了 我把那张纸收了起来 沉默了很久 直到门铃声响起 才让我回过神 家里所有关于沈安宇的东西 全都被我打包进了纸箱子 我叫来了霍拉拉 让师父送到他现在住的地方 霍拉拉送到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 沈安宇给我打来了电话 语气有些不好 苏宇 你在做什么妖 你把我的东西 全都打包过来 是什么意思 他的声音 突然间变得有些刺耳 我愣了一下 挂了他的电话 我能有什么意思 出轨的是他 要离婚的是他 该滚出去的 自然也是他 沈安宇是周六的中午回来的 他站在门口 不停地按着门铃 透过摄像头 我看到了一脸不耐的他 和不停安慰着他的林志 我没想到 他会带着林志 堂而皇之地来找我谈离婚 大概是进不去家门 他终于给我打了电话 苏宇 你把门锁换了 我们还没离婚 你不要太过分 从前的温柔 好像都是装的 不爱了 说出来的话 句句都带着刺 躺在美容院的床上 我把电话拿得远了些 嗯 你也知道 我们没离婚呢 那你带着小三来 是什么意思 我很少说话 加枪带棒 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 和沈安宇这么说话 躺在我边上的闺蜜 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电话那头的沈安宇 明显梗了一下 本来开着免提的手机 被他关了 目光也终于落在了摄像头上 把沈安宇的东西 送走的第二天 我就把门锁换了 顺便装了可是门铃 听到我的反问 林志的脸色一白 她扯了扯沈安宇的袖子 眼圈刷的一下就红了 电话被沈安宇拎到了耳边 她的语气更差了 苏宇 说话没必要这么难听 林志不是小三 我吃笑了一声 没再和沈安宇纠结 和她约在了离我最近的咖啡厅 闺蜜说要陪我一起 我拒绝了 没事的 离个婚而已 扔掉个烂黄瓜 我赚的 沈安宇把车停在了路边 林志没有下来 她坐在副驾时 趴在车窗往咖啡店里看 刚巧和我的视线撞上 她闪躲了一下 车窗升了上去 沈安宇进来时 我已经收回视线 她坐在我的对面 把离婚协议推到了我面前 沈安宇从来都是这样 只要做出了决定 就一定会有很强的执行力 你看一下 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来 我让律师改 我粗略地扫了一眼 离婚原因是感情破裂 财产分割是我们五五分 我把协议推了回去 盯着她的脸 她好像和记忆中的沈安宇 越来越不一样了 在她的身上 我找不出一点 我们曾经相爱过的痕迹 我抿了口面前的咖啡 斟酌了半天才问她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前 你答应我的事情吗 沈安宇几乎是想都没想地开口 所以 我真的不爱你了 我们好聚好散好不好 哪怕是 看在我们从前十年的份上 别纠缠了 她说话时紧锁着眉 手指一下下扣击着桌面 纠缠 我笑着摇了摇头 沈安宇 我没有纠缠你 我只是想问问你 从前你说的那些话 还作数吗 如果不作数了 那你亲手写下的承诺书 应该作数的吧 大概是异地恋久了 一个人习惯了 我发现自己的内心 变得很强大 强大到 哪怕爱了十年的人突然变了 我也能接受得很快 有她没她 似乎没什么两样 她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我把那天从婚纱照的相框里掉落的纸 复印了一份 把复印件推到了她面前 原件就不给你看了 按照你写的 车 房 存款 都是我的 沈安宇是被我气走的 看着她的脸逐渐涨红的样子 堵在我心口的烦闷 好像一下子消散了不少 尤其是在她看到自己亲手写的东西以后 她大概是终于想起来了 所以脸上的表情才会那么的五彩缤纷 苏宇 你知道吗 我真的烦透了你现在这种斤斤计较的样子 她紧抿着唇 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来了这几句话 我该难过的吧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她已经这么厌烦我 可我真的没有很难过 沈安宇不是我斤斤计较 世人总该要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件事 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所谓的斤斤计较 不过是我要她履约 她说婚后 如果她做了任何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 她自愿净身出户 明明是她自己承诺的事情 怎么就成了我斤斤计较呢 沈安宇捏了捏眉心 半天才说出来一句 苏仪 这就是我不爱你的原因 林志就不会这样 她比你知进退 沈安宇走后 我凝着她的背影笑出了眼泪 知进退 我不是不知进退 我只是太懂知进退了 所以才会在发现 婚姻爱情都腐烂了的时候 及时止损地选择退一步 或许现在的沈安宇 从来没想过 六年前 她写下承诺书十开的那下空腔 会在六年后震慑她的眉心 所以她才会那么的气急败坏 她要追求她鲜活的爱情 我没意见 我要她兑现她从前的大言不惭 她也不该反对 从咖啡店出来 我去找了闺蜜推荐的律师 我没有拿到多少 关于沈安宇出轨的证据 但也不想再和她耗下去 那天推开门看到高跟鞋后 我打开了手机录音 后来沈安宇送走林志 和我谈离婚时 说了不少她和林志的事情 从他们怎么相遇 到她怎么被林志吸引 再到她终于不用再骗我 她爱我这件事 试试吧 问题不大 对方已经明确承认了 自己出轨的行为 并且提出了补偿的建议 这份婚前写的承诺书 相当于忠诚协议了 手印是对方亲自按的吗 律师年纪和我差不多大 在听录音时紧紧皱着眉 直到看到沈安宇写的承诺书时 眉头才稍微舒展开 我点了点头 嗯 婚礼那天她亲手按的手印 记忆像是被豁开了一道口子 从前的那些事不停地往外翻涌着 六年前 我和沈安宇刚毕业 满腔热烈的爱让我们恨不得马上结婚 所以双方父母坐到了一起 商量婚事 我们老家财礼普遍高 沈安宇的父母面面相去 红着脸半天没有开口 是我主动站出来 缓解了两家人的尴尬 爸妈 反正财礼怎么拿过来就怎么带回去 意思一下就好了 六万六 八万八这种数字就挺好的 还吉利呢 房子车子 我们能自己赚钱买的 你们就别操心了 日子都是过出来的 我们肯定能过好的 那天的我和沈安宇一样笃定 笃定我们的未来会很好 笃定我们谁也不会变 财礼我没要 偷偷地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沈安宇的父母 沈安宇感动得红了眼 所以在我们婚礼那天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了承诺书 他说他可能没办法立刻给我优渥的生活 可他会努力 他的未来会一直有我 他所拥有的一切也都会是我的 所以他拥有的一切除了爱情都该是我的 我回到家时 沈安宇的父母等在家门口 他们很少会在周末的晚上过来 我的心莫名咯噔了一下 快步走了上去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没给我打个电话 等了多久了 我从他们的手里 接过来大包小包的东西 匆忙把门打开 我换了门锁 连同密码也换了 小姨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爸妈呢 他们对视了一眼 斟酌了很久才开口问我 我愣了一下 我和沈安宇虽然闹到了离婚这一步 但还是达成了共识 在离婚结束前 谁也不要惊动双方父母 没有啊 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答得干脆 沈安宇的父母对我很好 我不会做饭 他们就几天一次过来 烧好我爱吃的饭菜 他们会特意去排队 买我爱吃的蛋糕甜点 冰箱里的水果酸奶 也从来不会少 从前他们过来 我总是能和他们唠唠 家长里短 哄他们高兴 可今天和他们面对面 坐在沙发上 我第一次生出了 想要逃跑的念头 结婚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离婚也是 是安宇和你吵架了吗 怀孕了这么大的事情 都没有和我们说 要是安宇惹你生气了 你和爸妈说 爸妈去骂她 沈安宇的母亲一边说 一边观察着我的脸色 听到沈安宇母亲的话 心跳默地跳空了一排 甚至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我慌张地想要否认 我没今天早晨出门 遇到你王姨了 她跟我们说的 你不是一直在她那儿 做检查吗 从知道怀孕到决定流产 就一天的时间 流产手术 我是特地换了个医院预约的 预约之后 我被离婚的事情 搞得有些晕头转向 所以忘了怀孕的事情 根本捂不住 王姨是给我做B超的医生 也是沈安宇母亲 多年的好友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想要 晚上十点 我盘坐在沙发上 被我爸妈脸色铁青地看着 他们是特意 从外地赶过来的 在知道我怀孕的第一时间 就买了车票 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件 很值得高兴和庆祝的事 可在知道我打算做流产以后 客厅的气压 就变得异常的低 沈安宇的父母坐在一旁 想要开口安抚我爸妈 张了张嘴又沉默了下去 他们大概是猜到了 我和沈安宇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以以 是安宇惹你生气了是不是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沈安宇母亲的电话拨得很快 我没拦着 电话响了好多声 才被接通 喂 您好 甜腻的女生 在电话那头响起 沈安宇母亲的手一颤 手机从手掌滑落 砸在了地毯上 发出砰的一声响 沈安宇和我的习惯一样 亲近的人 手机号大多都是背下来的 不会存在通讯录 我看了一眼 还在通话中的手机屏幕 唇角扯出一抹笑 挺好的 也不用我解释了 沈安宇的父亲 蹭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静止出了门 沈安宇的母亲 从地上捡起手机 看了我一眼 跟着跑了出去 最后只剩下 我和我爸妈三个人 他们的脸色 变得更难看了 我耸了耸肩 突然间松了口气 手术我约的下周 礼拜三 沈安宇的父母 是连夜赶去了 沈安宇工作的城市 大概是把沈安宇的父母 沈安宇狗血淋头骂了一顿 所以凌晨四点 沈安宇给我打来电话 一开口就是滔天的怒火 苏宇 我才知道原来你这么恶心 这么久都没怀上 现在要离婚了 你说你怀孕了 怎么就这要巧你告诉我 为了多分一点财产 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告诉你 这个婚我离定了 我靠在沙发上 关了免提 挂了电话 是啊 这么久都没怀上 偏偏是在这个时候 我把手搭在小腹上 心脏像被针扎一样的 泛起密密麻麻的疼 我没有因为沈安宇的背叛而难过 反正爱情大抵都是这样 回过头 爸妈站在卧室的走廊 满眼心疼地看着我 我睡不着 他们也睡不着 没事 乖宝 爸妈下周陪你去医院 等身体恢复了 爸妈带你出去旅游 你不是一直想出国转转吗 我点了点头 眼眶突然酸得厉害 到后来 支持我的也只有我爸妈 好像谁都会变 但他们永远不会 沈安宇的母亲电话跟着打了进来 她大概是哭过了 哑着嗓子一直在和我道歉 对不起 姨姨 是妈没有教好她 你别冲动好不好 爸妈明天就带着她回去 让她给你请罪 你就原谅她这一次 好不好 电话那头 我甚至还能听到 沈安宇父亲教育沈安宇的声音 可背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更何况 沈安宇根本不需要我的原谅 她想要的 可是爱情 沈安宇还是被她爸妈 强行拖了回来 从前总是空荡荡的客厅 突然一下子变得拥挤 我从卧室出来时 刚好看到被沈安宇父亲 一脚踹进来的沈安宇 只一眼 胃里就开始翻腾着恶心 我跑进卫生间 干呕了很久 在出来时 正巧对上沈安宇的视线 她的眼底满是对我的厌恶 她站在玄关的位置 和她爸妈僵持着 你是怎么想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老婆 怎么就被外面的小狐狸精勾走了 沈安宇 你非要把老沈家的人都丢光 才行是不是 沈安宇母亲的巴掌 一下下拍打在沈安宇的身上 大概是提到了林志 沈安宇眼底的情绪终于起了一丝波澜 她抿了抿唇 林志不是狐狸精 妈 你说话好听点 我坐到了沙发上 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出闹剧 我从来没想过 我和沈安宇之间会发生这种狗血的情节 爱来爱去的 最后像是吃了口苍蝇一样恶心 爸妈 你们回去吧 我眼里揉布的沙子的 你们一直知道的 离婚的事情 我会找律师和沈安宇谈的 我喊停了沈安宇的父母 闹哄哄了一上午 我很累 他们应该很累 说完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静止走到了厨房 一夜过去 我爸妈好像冷静了很多 他们只当什么都没发生 在厨房忙忙活活了半天 看到我进来 我爸掀开了砂锅的盖子 那熬了你最喜欢的海鲜粥 婚内出轨本来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没有闹到人尽皆知 已经是我对我们这十年感情最大的尊重 沈安宇却不这么认为 她好像不愿意承认她亲手写下的承诺 和我委托的律师谈得很不愉快 要么走诉讼吧 我不可能退让一步的 我一定要让她履行自己的承诺 刚做完流产手术没一会儿 律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表明了我的态度 律师也赞同我的想法 挂断电话 我妈拍了拍我的手 好了 别生气 小月子也是要好好休养的 公司那边假都请好了是吧 我点了点头 一抬眼 却看到林志站在病房门口 我不知道 她是怎么找到我的 可她的眼底满是得意和挑衅 我皱了皱眉 实在没搞懂 为什么当小三的 都要来原配面前找点存在感呢 那天沈安宇被她爸妈带回来后 也是她主动加了我的微信 她说沈安宇亲口和她说的 和她在一起才体会到了什么叫爱情 她说沈安宇早就厌烦我了 其实这样的逼宫大可不必 她不逼 我也会离 顺着我的视线 我爸妈看了过去 眼底满是疑惑 谁啊 你认识吗 想了想 我摇了摇头 不算认识 沈安宇的小三 我的声音不算大 也不算小 病房还有其他人 听到小三两个字 看向门口林志的眼神 都带上了嫌弃 离门最近的那个病人的家属 一个箭步就冲到了病房门口 很摔上了门 林关门前还催了声 晦气 看吧 当小三就是这样 人人喊打 诉讼离婚要排队 一直到我出院 都没排上 刚到家 闺蜜就马不停蹄地来找我 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她托人打了招呼 我和沈安宇的官司估计很快就能开庭 我问了律师 赢肯定是能赢的 就是你们那点共同财产 你确认你算得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 婚后我们买的房子车子都是有记录的 沈安宇的工资也都是定时打到我银行卡上的 工资条她也会主动发给我 哪怕她和林志搅合到一起后 她还是没有一丝懈怠过 现在想来 如果不是她表演的这么天衣无缝 我又怎么会一点也察觉不到呢 我故作轻松地开了句玩笑 爱不爱的 其实给钱就行了 那她给小三买的那些东西 你也得要回来才行 闺蜜瞪了我一眼 提醒我 送的东西也没值多少钱 我知道该要的肯定都得要回来 多亏林志加了我的微信 又喜欢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炫耀 沈安宇送给她的那点东西 全都被她发了上去 我就顺便截了图 发给了律师 律师回了个好 让我放心 等开庭的期间 沈安宇的父母来找过我几次 其实他们知道密码的 可每次来都还是主动按门铃 直到等我开门 才会进来 我以为他们是来劝我退让一步 和沈安宇好聚好散 不要闹到诉讼那一步 可他们好像真的只是单纯地来看我 每次来都是送他们煲好的汤 叮嘱我几句 好好照顾自己后就走 我爸妈刚开始还冷眼相待 到后来只能借口躲了出去 从前的两家人 因为我和沈安宇成了一家人 现在的一家人 因为我和沈安宇 又成了两家人 开庭那天 沈安宇据理力争 他没有否认自己出轨的事实 站在被告席上都不忘了深情地看一眼旁听的林志 像个纯爱战士 高举爱情的旗帜 沈安宇的父母 沈安宇的父母看着沈安宇的目光逐渐染上失望 当了大半辈子的军人 沈安宇父亲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封承诺书确实是我们结婚当天我写的 可它不能成为证据 它不具备法律效力 我不承认 不承认为什么要写呢 我看着陌生的沈安宇 笑出了声 直到我拿出了那天婚礼上的视频 他在写完承诺书后 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 他的声音透过话筒 传遍整个宴会厅 他说 他愿意接受所有人的监督 他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 他说 将来如果他出轨 存款车子房子 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 他分文不取 他自己说的 没人逼他 他自己写的 没人逼他 争论到最后 法律还是站在了我这边 房贷车贷是在前两年就结清了的 我们基本没有负债 婚后六年 大多存款都在我的银行卡里 沈安宇不服想要上诉 被他爸妈按了下来 行了 别丢人了 沈安宇的父亲脸色很难看 一巴掌扇在沈安宇的脸上 沈安宇的母亲摇了摇头 他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 往我手里塞了张银行卡 密码是你的生日 是爸妈对你的心意 安宇不珍惜你 是他没福气 沈安宇看到了 吃笑一声 他讥讽着开口 苏宇 你有没有觉得 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铜锈味 除了房子车子存款 你的眼里什么都没有 真让我恶心 真的好好笑啊 我都得到了房子车子存款 我还要什么虚无缥缈的爱情啊 我又不是没有过 鼻屎还难吃 沈安宇拉着林志的手 头也不回地往停车长走 想了想 我追了上去 沈安宇 车子记得洗干净了 给我送过来 车子是我的 按照判决书 他得在一个月内 给我送过来 沈安宇的脚步一顿 恶狠狠地回头瞪了我一眼 林志悄无声息地 从他的手里挣脱了开 他跟在沈安宇的身后 脚步越来越迟疑 我好笑地和闺蜜对视了一眼 大概只有沈安宇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还在相信爱情 尤其是 他和林志的爱情 他给林志买的那些东西 全都被当场要求返还 沈安宇说 他会想办法不及我 我也就没再揪着不放 我翻出来了林志和我的聊天记录 拿给闺蜜看 林志说 没有爱情的婚姻 像是一盘散沙 迟早得散 闺蜜笑得前仰后合 毕竟没有经济基础的感情 更像是一盘散沙呢 只是这盘散沙 散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 按照判决书要求 沈安宇拖到了最后一天 才来和我办的房子车子的过户手续 沈安宇的父母 到底还是心疼沈安宇的 把自己住的小房子留给了他 老两口自己默默回了乡下的老家 临走时 我去送了他们 那张塞到我手里的银行卡 也还给了他们 也最后喊了一次他们爸妈 站在正午大厅门口 他迟疑了半天才开口 如果我说我后悔了 你还会原谅我吗 我说真的 苏已 我好像后悔了 闺蜜几乎是瞠目结舌 我张了张嘴 拿着曲号单催她 甚至没给她一个正眼 沈安宇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很磨叽 真让我恶心 手续办好 我终于可以和沈安宇分道扬雕 临走时 她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 苏已 你比我想象中要更心狠 为什么十年的感情你说放下就放下 甚至一点挽回的余地都不留给我 她好像不理解我的决绝 也是 从发现她出轨 到我们彻底结束 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我没闹过 没吵过 冷静得像是个局外人 我甩开了她的胳膊 故意嘲讽她 因为我知道 就算我再难过 我们也回不去了 而且 你不是找到你鲜活的爱情了吗 你的爱情呢 这才几个月啊 怎么 你跟林志谈爱情 林志跟你谈的不是爱情 闺蜜没忍住 扑吃笑出声 人家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总不能真的图你感情吧 真当自己纯爱战事呢 和沈安宇打离婚官司时 我就申请了财产保全 判决下来后 林志大概发现自己 真的什么都得不到 据说和沈安宇吵了几次架 就闹着要分手 大概是我们的嘲笑声太大了 她往后退了一步 她比一个月前憔悴了许多 我越看 越舒心 想了半天 我还是在离开前 送了她一句话 沈安宇 加油哈 记得要永远相信爱情 我时常在想 如果有人发现自己 死了五年的妻子 在宴席上与别人出双入对 会是怎样的反应 发疯大叫 或是悲痛大哭 但显然 裴轩两者都不是 她只是平静地走过来 与我碰杯 宋女士 恭喜 水晶杯中 新红色的液体 翻起惊涛骇浪 许静言替我挡下这杯酒 不好意思裴总 我夫人正在备孕 不能喝酒 裴轩垂眼 长洁在她的脸上 头下一片阴影 冒犯了 她走得干脆利落 身上鼻挺的黑色西装 连一丝皱褶都没有 但她露在袖口外的皮肤 却轻筋抱起 连同整只手都在颤抖 是了 裴轩这样的人 是不被允许 对外展露个人情绪的 她此生只有一回 在公众前失态 我飞机失事的新闻发布会上 她几乎捏碎了话筒 三个亿 只要能找到送碎碎的骨灰 我出三个亿 飞机失事前一天 是裴轩最恨我的一天 她捧在手心的一妹乔珍珍 流产了 保姆说 是我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的 裴轩赶到医院 扬手便给我一巴掌 送碎碎 你怎么不去死 我被这巴掌扇翻在地 仍下意识护着自己的小腹 这时 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抱歉 乔小姐这个孩子可能保不住了 裴轩听完 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她眼神里带着的浓浓沙液 让我遍体生寒 几乎是一瞬间 她就拽着我往楼梯走去 我无力反抗 只能紧紧攥着她的裤脚 裴轩 我她没听完 直接把我扔了下去 楼梯并不高 我滚落到底 只是磕掉了一颗牙齿 以及我们的孩子 但裴轩并不为之所动 她守在乔珍珍身边 却让我一个人摊在病床 听医生宣判 您今后可能很难再生育了 需要告诉裴先生吗 我忍着小腹撕裂般的疼痛 坐直身子 你告诉他 我要回家 不出片刻 医生就带来裴轩的话 裴先生说 您要走 就再也别回来 那一天后 我便当真没回来 如今 已经五年了 五年后重逢 是裴轩最先按捺不住 他派人来我的酒店房间 放了个檀木盒子 许静严皱眉 这算什么 礼物吗 我失效 算起来 这是裴轩第一次送我礼物 那檀木盒子镶了金边 用银线雕字 爱妻碎碎 碎碎平安 我被这话 酸得嘴角抽搐 骤然想起 从前我找裴轩讨一只玫瑰时 他满脸嫌恶的模样 你真矫情 如今 裴轩到矫情起来 打开盒子 天我容不上 是一串品项极佳的佛珠 我好像有些印象 几年前 网上有偏横火的帖子 开这种车的人 也会信佛吗 佩图 是全国最富盛名的佛寺门口 停着的麦巴赫 Axelero 这个车型全球限量 有失无价 博主将车牌号打了马 但我一眼便认出 这是裴轩的车 只因那通体默黑的跑车上 贴了张粉嫩的Hello Kitty贴纸 那是某次吵架后 我赌气贴上去的 帖子底下 还有人放了张模糊不清的图片 男人跪在长街上 双手高举着瓷盒 正在求佛珠 三千长街 一步一扣 方得一颗 但这个帖子 很快就被删得干干净净 谨慎如裴轩 定不会贸然暴露自己 只是谨慎如裴轩 也会忘记清理干净车上的贴纸 我妈撒着那串佛珠 心底莫属 108颗 这次回国 我本是极低调的 签订合同 开办公司 都进行得悄无声息 只是参加了场私人宴会 便碰上了裴轩 许静岩认为这是场巧合 但她不了解裴轩 裴轩最享受玩弄人鱼鼓掌之间的滋味 大概我们一走出机场 就已经在她的监视之中 只是这一回 裴轩没了从前的冷静 处处都透露着急躁 比如很快 我公司的土地合同就出了问题 我为此奔波数日 最后被工作人员带到裴轩的办公室 用权势压人 本就是她惯用的手段 我深吸一口气 推门进去 裴轩正漫不经心地抽着烟 送碎碎 你还敢回来 假死出国 骗了她三个亿 还赠送绿帽一顶 这些放在五年前的裴轩身上 我大概是不能安然无恙地站着 跪着 或是在医院躺着 也说不定 如今既然能心平气和地讲话 说明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我将合同和那檀木盒子 一起放到裴轩桌上 有劳裴总 她勾了勾唇角 轻笑一声 你不喜欢 我的目光落在她左手无名指上 那闪耀异常的钻戒 刺得我眼睛疼 我怕裴夫人会生气 屋内静默片刻 突然 裴轩剧烈咳嗽起来 这些年 她的哮喘似乎愈发严重 佛寺是香灰飘飞的地方 也不知她是如何跪上三千长街 还跪了一百零八次 宋岁岁 两久 裴轩才缓缓抬起头 那双泛红的桃花眼里 溢满泪水 我的户口本上写的是丧偶 写了整整五年 而后她别过头 右手极快地擦了擦脸 我看见她湿润的指尖微微颤抖 心间也不注意颤 丧偶 可我死后仅两个月 裴轩和乔珍珍的那场世纪婚礼 就轰动全球 如果说裴轩的世界 由一半的金钱和权力构成 那么剩下一半 就是乔珍珍 他们的故事 在圈子里不是秘密 九岁那年 裴轩在珊瑚岛潜水时 突发哮喘 乔珍珍的哥哥 为了救她 葬身大海 照顾好我妹妹 这是乔珍珍的哥哥死前最后一句话 裴轩吸烟客费 铭记于心 她把乔珍珍捧成了金圈最娇贵的小公主 她想要天上的星星 裴轩能花几百万 买下小行星的命名权 她依偎在裴轩怀里撒娇 阿轩哥哥 我想跟你结婚 裴轩却无法给出承诺 因为她必须要娶的人 是我 我一死 他们本能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裴轩给了乔珍珍最盛大的婚礼 却没有娶她 裴轩这样解释 只不过是哄小孩的手段 你当真了 好一个哄小孩的手段 当初我和裴轩的婚礼 不 算不上婚礼 我们曹操领了证 回家的时候路过奶茶店 我说 凭结婚证可以免费领奶茶 裴轩便不耐烦地把我扔在那里 买完自己回去 那两杯奶茶就是我们的婚宴 如果与乔珍珍奢华无双的婚礼是哄小孩 那与我的 大概是打发叫花子 你是知道的 珍珍天真烂漫 不喜欢被拘束 裴轩和上眼 单手扶着额头 宋岁岁 你如果为这事跟我赌气 实在是幼稚 五年前的事 我也有错 我们算是扯平 你继续做我的陪夫人 别再闹了 她说完 我迟迟没有回话 许是我沉默太久 她才肯睁开眼看我 宋岁岁 你真在意那个婚礼 我可以不给你 我在意的东西 她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及我了 一股怒气 莫名涌上心头 她驱使着我 拿起那个盒子 狠狠砸在地上 佛珠一颗颗地蹦开 曹曹切切散了满地 我看着裴轩逐渐冷下来的脸 缓声开口 裴总 我已经结婚了 初次正面交锋 两败俱伤 裴轩攥着土地合同不松手 我将那串佛珠 声声扯断 许静言来接我时 大惊失色 你脖子是怎么回事 镜子里 我头发凌乱 锁骨上印着两道暧昧的红痕 但方才裴轩是如何狠力地掐着我的脖子 将我摁在桌上 急躁地落下湿热的吻 我又是如何一脚踹上她的命根往外跑 我已经不想再回忆了 开车吧 许静言盯着我看了许久 最后有些无奈 我好歹也是你的现任老公 我不动声色地拉高衣领 整理好头发 许先生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他自嘲般笑了笑 适时地转移话题 那现在怎么办 我望向窗外 落日的余晖虽然刺眼 但终究是要落下去的 公司的选址 或许有更好的地方 我们公司主要钻研新农业技术 如今 团队研发的产品 在世界上已有广泛的应用 而这些技术能汇责我的家乡 本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只是公司从小县城起步 总归会发展得慢些 三天后 我带着研发团队回村 正撞见裴轩跟村长握手 村长脸上的皱纹都快笑军裂了 暗村这块破地 哪值那么多钱啊 我也被气笑了 裴轩这些神通广大的本领 不用在别处 偏偏用来折磨我 许静言忍不住开口 裴轩 你有意思吗 她转过头来 微微一笑 我没意思 但我有钱啊 村子已经被裴轩买下 我们只能去镇上 找个旅馆歇脚 众人奔波了一天 放完行李 便点了桌韭菜 团队里年轻人居多 酒喝多了 难免会神志不清 宋老师 那个天天尾随你的大帅哥 跟你什么关系啊 许静言一脸严肃地瞪着他们 小孩们不怕她 嬉皮笑脸扭成一团 许老师吃醋了 哈哈哈哈 正闹着 旅馆大门就被突兀地踹开 裴轩带着满身酒气 跌跌撞撞地走进来 吃醋 她也配 我正在夹菜的筷子抖了抖 裴轩这是在闹哪一处 老板骂骂咧咧地跑过去 让她赔门 裴轩直接用一打现金砸在她胸口 滚 老板笑竹颜开地滚了 旅馆内一时十分安静 裴轩又走到我们桌前 指着许静言 许静言 男 二十八岁 农村户口 你妈得了癌症 死得早 你爸是送外卖的 贷款供你出国留学 以为自己当个教授拿了绿卡 就能碰我裴轩的女人了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像丧家之犬一样滚回国 裴轩又看向我 送碎碎 怎么你的眼光越来越差了 我轻轻摁下许静言 想拍桌而起的肩膀 柔声道 裴总 您喝多了 喝多了喝 裴轩的目光 落在那一地啤酒瓶上 许静言 你夫人备孕呢 你还敢喝酒 哦 送碎碎没告诉你吗 她再也不能怀孕了 这回我无论如何 也拉不住许静言了 电光火时间 她对准裴轩的鼻子 就是一拳 裴轩则用脚踹上她的肚子 二人很快扭打成一团 处理完一切 已是凌晨 我出门接热水 正碰上阳台边抽烟的裴轩 她这辈子就打过两次架 缺乏实战经验 再加上我们这边的年轻人 手脚不知轻重 她吃了不少亏 身上的伤口也还没处理 大块的血痂凝在她脸上 两只眼睛肿得不成样 看见我 她声音酸涩 帮我也上个药吧 我无视她 静止往前走 裴轩一把攥住我 我不该提那件事 对不起 我冷笑着反问 你没喝醉 裴轩当然没喝醉 就凭她那深不见底的酒量 十个许静言来了 都喝不过 如今跑到这荒山野岭 来撒酒疯 倒像是前驴祭穷了 碎碎碎碎 裴轩低声念着我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我撇开她的手 正色道 我们公司小麦的亩产量 比市面上的品种多百分之十 你知道这片土地上 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吗 裴轩 我们的婚姻已经是悲剧了 你别再让这份悲剧 波及到无辜的人 月光洒在裴轩卑微低下的头颅上 趁得她破碎而清冷 在开口时 她的语气里竟带着委屈 我买下这块地 就是想送给你的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 让它成为我们重新开始的地方 好不好 我看向那片广袤的大地 是啊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出生在农村 爸妈很早就离婚了 嫌我是个女娃 她们谁也不要我 爷爷一手将我养大 我们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生活艰苦却也幸福 上高中时 爷爷突然拿出一张照片 岁岁 你有好日子过了 你要嫁到裴家 去做太子妃了 我这才知道 当年饥荒 爷爷曾用一把糙面 救下裴老爷子的命 如今裴家成了全国首富 裴老爷子既挂着这份恩情 要我做她的孙媳妇 什么太子妃 现在又不是封建时代 我嘟囔着 我要嫁给谁 不是我的自由吗 话虽是这样说着 那照片里 少年金贵冷淡的模样 就足够让少女 生出无限遐想 如果太子是这样 倒也不错 到毕城那天 我在偌大的机场 晕头转向 手里攥着裴轩照片 逢人就问 直到两个黑衣男人拦住我 您就是宋碎碎 宋小姐吗 我茫然地点头 他们接过我手中 装行李的尿素口袋 领着我往停车长走 裴轩坐在车上等我 她穿着黑色的卫衣 帽颜压得很低 骨节分明的手指 放在车颜上 轻轻敲着 宋碎碎 她很是平淡地开口 我心跳加速 慌乱地低下头 名字难听 人也丑 那一刻 我的心跳停了 而后十二年 她再也没有跳动过 裴家的规矩很多 从穿衣打扮 到言行举止 都要从头学起 那时裴老爷子还活着 我倒也没吃太多苦头 她还把我送进了 必成最顶级的高中 裴轩也在里面 比我大一级 开学前一晚 她约我在花园里散步 夏末燥热的晚风中 她的声音冰冷 在学校里别说认识我 否则我会弄死你 我吓得连连点头 入学后 我全身心投入学习 第一次月考 我就考了年级第一 生物更是满分 最难的水道杂交题 只有我解出来 生物老师 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此刻她厚重的镜片下 竟折射出几分骄傲来 送碎碎 未来不可限量 连陪老爷子 都对我高看几分 老陪我呀 真是有福气 孙子聪明 孙媳妇更聪明 裴轩虽也在笑 眼神却凝了一层冰 我请你吃日料 庆祝一下 我没吃过日料 坐在餐厅惆怅不安 裴轩却带了个女孩进来 你就是送碎碎吧 真厉害 我被你打败了 她笑容明媚 大大方方地挽着裴轩的手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乔珍珍 入校时 我就在学校的光荣榜上见过她 她是曾经的年纪第一 裴轩紧挨着她坐下 又替她夹了生鱼片在碗里 她没着急吃 而是在上面挤满了绿色的酱料 递给我 后来我才知道 这酱料叫芥末 三文鱼就要这样才好吃呢 我诚惶诚恐地接过来 一口便吞了 腊味充满口腔 顷刻间便将我的眼泪逼出来 我不敢吐 硬着头皮吞下去 五脏六腑仿佛被灼烂一般 裴轩挑了挑眉 笑容玩味 送碎碎 好吃吗 不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吃日料 也是最后一次 裴轩对我的恐吓并没有持续太久 我到裴家的第二年 她就出国留学了 高考结束后 我也被送了过去 和裴轩在国外的三年 是我人生中最鲜活的三年 裴轩素来是个低调的人 留学生里富二代不少 大多开豪车买别墅 一天换三个女朋友 裴轩却住着简单的公寓 骑单车上学 她搂着我 用纯正的伦敦枪向同学介绍 She's my fiancé 她不再是首富裴家的太子爷 身边也没有乔珍珍 我们像最平常的情侣一样 买菜做饭 洗衣托地 争吵和好 亲吻拥抱 裴轩学的是商科 守着电脑改论文 一做就是一天 我学的生物 自然有趣许多 经常外出实践 久而久之 裴轩便有了怨念 某次野外露营 她说什么也要跟着去 春天正是花粉传播的季节 她哮喘发作 在帐篷里咳了整晚 我想笑又不敢笑 只在旁边替她顺起 宋岁岁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滑稽 她皱着眉 肿成猪头的脸 写满严肃 我终于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她气急败坏 捉住我的手 将我压在身下 你再笑一声试试 我委屈到 我让你别来 你偏要来 怪我做什么 裴轩自知理亏 但仍抱着我不肯撒手 隔着一层衬衫 我听见她震耳欲聋的心跳声 以及那声轻叹 我想陪你 临近毕业 陪老爷子病重 我们提前坐上回国的飞机 陆地越来越远 一万米的高空中 我辗转难眠 我有预感 裴轩也会离我越来越远 突然 她握住我的手 爷爷死后 我就可以不娶你了 她逐渐加重手上的力气 宋岁岁 你想嫁给我吗 我不知怎么回答 只能紧闭双眼 佯装睡着 最后 裴轩松开手 替我椰好背脚 我的指尖残留着她的温度 炽热而滚烫 回到裴家 我们一起跪在裴老爷子床前 她老泪纵横 阿轩 你要娶碎碎 你要带恩人好好的 说完她便咽了气 裴父懦弱无能 整日只爱把玩古董 裴母是女子 终究不能服众 裴轩顺理成章 成了裴家的掌门人 葬礼结束后不久 她便匆匆与我领了证 没有婚纱 没有钻戒 连树花都没有 那段时间 裴轩确实很忙 裴是家大业大 心怀鬼胎的人不计其数 他们看裴轩年轻 以为能从她身上占到便宜 裴轩皮鱼跟这些人争斗 每天最多都只能睡四个小时 几个月前 她还是陪我去田里捉青蛙的少年 如今却被迫成为 杀伐果断的一家之主 我应该理解她 有一晚 乔珍珍跑来裴家书房哭闹 爱轩哥哥 你娶了她 我怎么办 裴轩揉着眉心 随口回答 一个废物 养着罢了 毕竟是爷爷的遗言 不娶她 对外不好交代 我本端着她爱喝的莲子羹 站在门外 听完 我直接走进去 将碗摔在他们面前 滚烫的液体 洒在乔珍珍脚背上 她哭得凄惨 裴轩本有一瞬的心虚 但很快变成愤怒 送碎碎 你发什么疯 可我已经不是当年 认他们欺凌的女孩了 裴轩对着我离开的背影 撂下一句 看来是该让你学学 怎么当好裴家的媳妇 裴家真有套给媳妇的规矩 只是这回 再没了裴老爷子护着我 衣摆的长度 举杯的高度 微笑的宽度 稍有差错 轻则尽足 重则罚贵 裴母本就不喜欢我这个儿媳 实际上 她看不上任何女人 哪怕是乔珍珍 对裴家来说 无论是谁嫁进来 都是高攀 所以她只喜欢守规矩 能为裴家传宗接代的女人 那段时间 我几乎要抑郁 只有许静言安慰我说 我带你走 我和她在国外留学时相识 她年少英才 是学院里最年轻的教授 我们相谈甚欢 一直都有联系 她心疼我的遭遇 和我被埋没的天赋 我有绿卡 我可以让你留在国外 我信她 便拿了身份证和护照 准备在机场与她会合 结局是 裴轩亲自从机场 把我逮回来 她面色如常 指了一处阳台下的空底 让我跪过去 而她上楼 将我研究多年的论文资料 连同那台 记载实验数据的电脑 通通扔了下来 灰蒙蒙的天空下 漫天粉碎的纸张 如雪花飘落 裴轩俯视着我 眼神阴智 送碎碎 你想跑到哪里去 那晚我跪了多久 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只知道那晚后 我好几天都不能下床行走 每逢下雨天 膝盖便会钻心地疼 裴轩很久后才来找我 她摸着我的头 说道 以后别闹了 我正在沾那些被撕碎的论文 想也没想便开口 裴轩 我们离婚吧 她轻责了一声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啊 我们之间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久久无话 裴轩转身离开之际 我有些尖锐地开口 那乔珍珍算什么 你的外事 她回头掐住我的脖子 右手高高扬起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 但最终那巴掌也没落下来 送碎碎 裴轩的语气冰冷 乔珍珍是我的底线 你最好别碰 裴轩对我说过许多狠话 但唯独这句 她践行得很好 以至于后来乔珍珍上门挑衅 踩空楼梯流产时 裴轩仍执着地认为 是我争风吃醋 心术不正 我无力争辩 在裴家这数十年 我也从未争过什么 事到如今 我只想为自己争一个未来 那晚必成下着雷暴雨 飞机雾机许久 裴轩的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是两条命令意味的短信 同样的戏码 演一次就够了 马上回来 我当这是没发生过 我觉得她疯了 我也疯了 许静岩坐在我身侧 问 你想好了吗 我拔掉电话卡 扔进垃圾桶 今天起 只有生物研究工作者宋岁岁 没有陪夫人 凌晨时分的与世渐小 我和许静岩捡完票 沿着廊桥上飞机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保镖的簇拥中 裴轩大步往我们这里赶来 慌乱之中 许静岩抱住我 深深落下一吻 裴轩目不斜视 从我们身边掠过 静止走进飞机 她是来找我的 若被她抓到 我便还要回到那灰暗的生活中 我集中生智 拉着许静岩跑出廊桥 在厕所躲了整晚 次日 飞机失事的消息震惊全国 裴轩在新闻发布会上 近乎失控 这便是我们三年婚姻的戏剧性收尾 浓墨重彩 入目三分 阴差阳错 总好过阴阳相隔 听完这些 裴轩淡然一笑 她不打算追究我假死脱身这件事 包括那被我当成创业基金的三个亿 可她身子突然一斜 软软地栽在了我身上 抱歉 我膝盖有旧伤 不能久战 明摆着想让我心疼 手段拙劣 但也算是一种进步 我替她搬来凳子 顺手拿来药箱 微弱的灯光下 裴轩膝盖处的皮下 欲搬亲子不堪 本来快好拳了 刚刚打架的时候 被踹了一脚 最严重的时候 是从佛寺下来那段日子 我出行只能坐轮椅 不疼 想到从前的事 我一点也不疼 那串佛珠 原来真是她亲自求的 我翻了翻眼皮 谁问你了 头顶静默片刻 却掉下滴滴热泪 砸在我的手背上 裴轩深情凝望着我 我亲手害死了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三千步台阶 我不步都在后悔 如果当初你生下那个孩子 如今我们该多幸福 真是有趣 短短几天 高高在上的裴总 为我哭了两次 我没再说话 专心替她上药 膝盖涂完 便是手臂 嘴角 鼻子和眼睛 久经隔绝我的指腹 和她的皮肤 挥发后 两者相接 蹦出无尽滚烫的温度 裴轩忍不住 俯上我的腰 将我搂在怀中 夜风吹过她 红得低血的耳垂 将她的声音 也磨得嘶哑 碎碎 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我挣脱她的束缚 正想起身 她却将我按在凳子上 然后咚一声 双膝跪地 跪得很重 连这间小旅馆都晃了晃 裴轩 我惊呼出声 裴轩从裤袋里掏出梅钻戒 与她手上的那枚款式一样 宋碎碎女士 我在此郑重地向你求婚 今后的人生 我会好好地爱你 保护你 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有一瞬 我回到了在国外的那个傍晚 我和裴轩在麦田里散步 她腿长 也不等我 一个人走得很快 我在后面艰难地追着 你看 裴轩突然停下来 对我摊开手掌 她的手心中是个用麦穗杆编成的戒指 我问 你要跟我求婚 裴轩耸了耸肩 求婚 为什么 反正你早晚得嫁给我 暮色中 风把她的衬衫吹得鼓起来 飞扬的发丝下是少年得逞的眼神 我生气 掉头就走 裴轩赶紧追上来 将那麦穗杆戒指强硬地给我戴上 宋碎碎 你答应了 宋碎碎已经在19岁时 嫁给过裴轩了 而29岁的宋碎碎 只是轻浮上裴轩的脸 你若真的爱我 就放过我吧 有裴轩的助力 公司落地得十分顺利 她甚至从房地产商手中 挖出一大块地 给我们做试验田 小年轻们对裴轩的怨气 在看到那些最先进的实验仪器后 都消散了 公司剪彩那天 他们还簇拥着裴轩去捡第一刀 他们以为裴轩是小说里走出来的霸道总裁 为心爱的女人一掷千金 但我知道 这绝对不是裴轩的行事风格 裴家本就树敌不少 如今他如此高调地为我开路 定会引起更多不满 不过 他可是裴轩啊 那个年纪轻轻 就从裴家杀出来的掌门人 怎么会被这些小事撤走 临走前 裴轩邀我去吃了顿饭 地点是我从前最爱的粤菜馆 佛珠我已经重新穿好了 你收着吧 我没再回绝 他似乎很高兴 语气也轻快不少 以后要经常回来 裴家永远是你的家 我突然想起乔珍珍来 从前日日都要缠着裴轩的 这次我回来好几个月 都没见过他人 真真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当初他说 只要我给他一个婚礼 他就永远不再来缠着我 我打趣道 你舍得 裴轩顿了顿 平静地说 人不能烂在过去和梦里 我颇为赞同的汉手 饭快吃完时 裴轩又开口 你在备孕 身体是好全了吗 只是个挡酒的幌子 你知道的 我酒量差 我没打算瞒他 我喜欢小孩 等空下来 就和老许收养一个 裴轩低下头 嘴唇微微颤抖 对不起 我毁了你的人生 我无言以对 过了很久 他突然抬起头 自言自语 你都到机场了 医生才告诉我 你流产的事 我开车来追 路上 路上下着暴雨 不然我能及时赶到的 裴轩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 他额头上 多了到争鸣的疤痕 我没太在意 只是敷衍地回答 没事 碎碎 我真很后悔 裴轩反复说着 真的很后悔 一日晴空万里 微风和煦 我领着团队 熟练地办好登机牌 检票登机 飞机准时出发 在跑道上逐渐加速滑行 我戴上耳塞 准备睡十几个小时 突然 飞机机身一阵 急促地停下来 怎么回事啊 客舱内 响起此起笔伏的抱怨声 许静岩看向窗外 瞳孔逐渐睁大 所有飞机都停飞了 我一惊 连忙凑到窗边 跑道上的每架飞机边 都围了十几个黑衣保镖 这样的手笔 只可能出自一人 我朝后机厅望去 玻璃窗前 倒映着男人长硕的身形 裴轩疯了吗 很抱歉 由于机场突发紧急情况 飞机无法起飞 接下来拨送一条寻人启事 请宋岁岁小姐听到后 尽快与机组人员联系 我的手无意识地攥紧 却没力气举起来 许静岩见我没反应 高举起右手 全飞机的目光 煞时间都落在我这里 空姐拿着对讲机 大步跨过来 裴先生 人找到了 一阵杂乱的电流声中 裴轩的声音已不太真切 碎碎 你听得见吗 碎碎 碎碎 我不知所措地握着对讲机 发不出任何声音 为什么 为什么裴轩要这样做 五年前 我就该拦下这架飞机的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碎碎 我求你 别走 对讲机那头 传来尖锐的警笛声 我突然意识到 这是此生 我们最后一次对话 裴轩 全世界都安静下来 我握着那个对讲机 像是握着他的手 别让我坠落了 一个小时后 飞机在平流层稳定下来 空姐开始发餐时 乘客们有的看书 有的睡觉 方才的闹剧 就像是掠过机翼的云朵 没人会过分在意 我摊开紧钻了许久的手掌 满是汉叶的掌心上 是一个早已变形的 麦穗感戒指 后继送碎碎很久之后 才得知裴轩的死讯 他刻意屏蔽了 所有国内的消息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害怕什么 当初 裴轩一句话 便让所有飞机停飞的事迹 震惊全世界 国内立刻成立调查组 将裴家上上下下查了个遍 理所当然 查出了许多税务漏洞和经济犯罪 但裴轩被判多久 已经不重要了 想借机扳倒他 吞并裴家的人太多太多 他入狱的第二年就死了 官方通报是自杀 可他死的第十二年 宋岁岁才知道 是乔珍珍告诉他的 你真冷血 阿轩哥哥那么爱你 你连他死了都不知道 乔珍珍又说 当年你赌气离开 阿轩哥哥去找你的路上出了车祸 脑袋被撞出个大洞 流着血还坚持要去 结果失血过多运倒了 差点没抢就回来 宋岁岁仔细想了想 当初他被许静言搂在怀里 什么也看不见 不过就算看见了 他也不会跟裴轩回去的 他和裴轩一步步走到今天 是偶然 也是必然 阿轩哥哥有抑郁症 没跟你说过吧 我也是他死了之后 从病例档案里发现的 宋岁岁翻看着那份病例 九岁到十八岁时 很严重 国外留学那几年 几乎没有病症 二十二岁又开始反复发作 直至二十五岁 宋岁岁假死那年 达到顶峰 乔珍珍尖着嗓子骂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阿轩哥哥不会死 宋岁岁终于忍无可忍 你给我闭嘴 如果不是你一直 拿你哥哥的死逼迫他 他会得抑郁症吗 他不会 乔珍珍红着脸反驳 我又不知道 我已经放过他了 好不容易求来那场婚礼 结果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就写好策划案了 他本来是为你准备的 你没资格得到阿轩哥哥的爱 宋岁岁气急 如果不是我爷爷 裴轩连出生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哪有那么多如果 你给我滚出去 他平日是个很稳重的企业家 如今这样毫无形象的吼玩 他却感到一丝畅快 他也有点理解裴轩了 人站得太高 往往需要一个向下的情感缺口 宋岁岁突然很累 他抬起左手 佛珠碰撞间叮咚作响 帮我订一张回国的机票吧 翻外衣 电影《许静岩视角》周末 学院举办了个电影分享会 每位同学都要发言 轮到宋岁岁时 他有些局促 我我最喜欢木赫兰道 让他讲原因 他念诺了半天也说不出来 我微笑着挥手 你坐下吧 没有人在意宋岁岁喜欢什么 他沉默寡言 性情古怪 好在足够勤奋 成绩能排终上 这种天赋平平的学生 本入不了我的眼 我关注他 只是好奇他和太子爷裴轩的关系 据说 他是裴轩的未婚妻 裴轩何许人也 首富裴家的嫡长子 未来要接手商业帝国的人 他活在留学生圈子里的顶层 落地就是大别墅 跑车每周换着开 身边的女人更是过江之际 某天 一个女孩大着肚子 哭哭啼啼来找裴轩 他便把宋岁岁推到面前 这是我未婚妻 看清楚了 后来 这事便在全校传开了 所有人都当笑话来听 裴轩怎么会娶一个这么普通的女孩子 但我总觉得 这是没那么简单 许教授 你也喜欢看穆赫兰道 食堂里 宋岁岁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坏了 被他发现了 那次分享会后 我竟鬼使神差地看起这部电影来 嗯 你推荐的 我心虚地关上手机 宋岁岁的眼睛一亮 脸上浮现出罕见的笑容 我可以和许教授讨论一下吗 讨论 说实话 我根本看不懂这部电影 宋同学 你有时间跟我讨论电影 不如想想 期末论文该怎么写 我洋装严肃地开口 宋岁岁愣了片刻 随即失落地低下头 对不起 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晚上 我又收到了宋岁岁发来的影评 他说 这部电影是现实重组的梦境 我并不认为 他的见解有多深刻 但有这些解析 我倒 确实能懂那部电影了 我礼貌回复 你写得很好 那头却发来条突兀的消息 许教授 你知道我 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还没来得及打字 一长串信息 就显示在屏幕上 宋岁岁对我倾诉了很多 前几年 陪氏企业被查出巨大的税务漏洞 他爸妈当替罪羊 去坐牢了 而作为回报 宋岁岁被送入陪家照样 为了掩人耳目 陪家对外只说 这是早就看好的媳妇 队内 宋岁岁却受尽了屈辱和白眼 陪家没人看得起她 却偏偏不肯放过她 她英语不好 还被送到国外留学 说是留学 其实是当陪轩的贴身丫鬟 她陪着她学会色难懂的商科 唯一的快乐是上选修课 也就是我教的生物信息学 宋岁岁说 陪轩根本没拿她当人看 稍有不合心意 轻则辱骂 重则动手 每当伤心难过时 她就会像电影里一样 为自己构建梦境 靠着这个 她才勉强活到今天 我看完 久久未从震惊中缓过来 宋岁岁的确是个很缺爱的人 一点甜头 就能让她对陌生人 毫无保留的全盘托出 对于她的坦诚 我实在想不到如何回应 以后你遇到麻烦的话 我可以帮你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回复 不久后 裴轩和宋岁岁回国了 据说是裴老爷子病重 宋岁岁给我发的消息 就没断过 裴家想给老爷子冲喜 要裴轩娶我 裴轩不愿意 她有喜欢的人 是乔家的千金 裴家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我不会把他们税务的事告诉别人 我和裴轩结婚了 我怀孕了 裴轩酒后没把持住 但她让我打掉 可医生说 我如果做了人流 以后就不能怀孕了 徐教授 我该怎么办 徐教授 你能不能救救我 我求你了 看到这里 我只肩忍不住一颤 我区区一个教授 不敢跟裴家抗衡 可一个女孩 因为一部电影 就把我当成唯一的依靠 我又怎能置之不理 思索片刻 我回到 要不你回来接着读书 我能照顾你 宋岁岁隔了很久才有阴信 裴家同意了 只要我留掉孩子 他们会派私人飞机送我过来 我打心底为她高兴 可转念一想 裴家当真这么好说话吗 按约定的日子 我提前很早就起床准备 想到今后小小的公寓里 会多一个宋岁岁 我竟有些激动 难道我喜欢她吗 我哼着愉快的歌 再一次确信 宋岁岁 是个坚韧的人 她值得任何人喜欢 但我在机场等了很久 却只等到一架私人飞机 在国境边界线失事的新闻 我手里还攥着 木赫兰道的典藏碟片 等着和宋岁岁一起看呢 番外二 岁岁平安 裴轩视角 爷爷病重 她信佛 我去寺庙给她求佛珠 以表孝心 三千长街 一步一扣 方得一颗 我有哮喘 佛寺是香灰飘飞的地方 自然待不得 便让宋岁岁去吧 只是她身份低微 不知佛祖会不会怪罪 我和珍珍挑婚纱时 接到了宋岁岁的电话 她的声音很虚弱 裴轩 我怀孕了 不能常跪 我一起前不久 我喝多了酒干的蠢事 不免懊恼 珍珍也听到了 她是我年少时便想娶的女孩 她的哥哥 更是在我游泳突发哮喘时 救了我一命 如今 我和她哥哥是金牌生意搭档 此刻 她肚子里也怀着我的孩子 所以十分生气 宋岁岁 你见不见 挺见的 如果不是她爸妈 她连见到我们这样的人的机会的都没有 孕育裴家的血脉 她更没资格 你快去打掉吧 我和你结婚 只是为了给爷爷冲喜 以后她老人家先是 我是不可能养你们娘俩的 我说完 电话那头传来抽气声 可 可医生说 我打掉孩子 这辈子都不能怀孕了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她能不能怀孕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想娶个门当户对的老婆 拓宽陪家的商业版图 宋岁岁怎么敢认为 我会为了孩子心软 三百万 三千万 三个亿 不是 宋岁岁 你能不能别哭了 就三个亿 拿了这个钱 就去做手术 宋岁岁挂断了我的电话 有史以来第一次 她胆子到大了 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妈妈把我叫到卧室 宋岁岁还想出国留学 我心领神会地点头道 她想跑 当初把她接近陪家 可不是发善心 宋岁岁知道陪家的秘密 留在身边 总归更容易掌控 妈妈又把一段聊天记录给我看 这是她跟那边教授的谈话 我看着她对那人事无巨细地分享 不有冷笑 这不挺能说的 在我面前 她倒沉默寡言得很 她想走 那就放她走呗 哦 条件是 让她流产 陪家可不能再多担一条人命 妈妈笑了笑 便挥手让人安排 一周后 我亲自去机场送送碎碎 毕竟是此生最后一次见面了 她执着地塞给我一个小玩意 用麦穗擀编的戒指 说是送给我们未出事的孩子 再见了 她朝我挥手 面带笑意 大步朝飞机走去 我随手一抛 那个破烂便坠落在下水道里 就像送碎碎一样 而我 我和陪家 将会永远熠熠生辉 碎碎平安 淇倘